整部淮言經其實在跟我們講的 其實就是兩個重點 一個是佛境界 一真法界是什麼 一個就是如何到達這樣的一個境界 這樣的法界 這個就是成佛之道 也就是菩薩的修行 所以其實你說整部淮言經他講的 就是他教我們怎麼學習 一個佛道 怎麼成就一個佛道 這是整部淮言經 那我們今天呢 就是接續之前的一個課堂 我們會從這個第三會這邊開始講 那第三會我們知道是 升刀立天宮會 那我們進入今天的這個講義 那我們知道在學華言 譬如說我們在宋華言經的時候 我們常常會講到一個記者 佛身充滿余法界 五限一切眾生前 隨緣覆感迷惑中 而恆除此古提坐 那意思就是到了這個第三會 刀立天宮會的時候 佛他上升從前面第一會 第二會這邊 第一會在補地場 第二會在補光明殿 到了第三會這裡 他上升到這個刀立天宮 然後所以 這裡就有一個問題來了 就是說從這個華言經的角度 你來看 從法性的角度來看 法界挺性的這個角度來看 他所謂的上升刀立天宮 其實是不動本處 那他的不動本處 指的就是指他 其實有沒有離開前面的會所 沒有 沒有離開前面的會所 那其實這個本處 其實指的也不是只有局限在前面的會所 跟他第三會的倒立天宮 而是什麼 而是我們接下來要講第三會 這個十柱法門的這個菩薩大眾 十柱菩薩 他的住處是在哪裡 他的住處啊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說 佛身充滿於法界 隨緣附感的這個概念 他就是哪裡有眾生 有需要 有發出一個SOS的訊號 然後佛就怎麼樣 佛跟這個菩薩 法身大師菩薩 就是住在聖身法性的這些菩薩大道 他就能夠趁性趁這個法界的體性 然後敢於眾生的這個因緣 激感 然後能夠給予救度跟教法 這個就是隨緣附感 彌不周 就是隨眾生的因緣附會 到眾生那邊去救度 沒有不周片的彌不周 而恨出此菩提座 可是他怎麼樣 有沒有離開他的這個菩提座 真心啊沒有的 他沒有動念 他沒有任何的妄想 顛倒分別執著的這種 凡夫的這種煩惱跟心念 所以這叫得恨出此菩提座 因為他橫在什麼 他的三昧 橫在他的這個大病當中 所以這個要很清楚 這個叫做什麼 法界體性 我們學華嚴經 我們對於這個要非常清楚 這個世間的緣起之下 還有他背後的這個法界體性 這個法性 他是隱的 不顯的 可是他是片嘛 周片的 所以這個佛生之所以能夠周片 就是秤性 秤性他就是周片 每一法 不管是有情無情邊上都有 這個法性 在有情邊上 像我們人啊 這些六道 你說六道這些有情眾生邊上叫什麼 這個法界性叫什麼 法性 叫法生 一切法邊上就是稱為法性 那你當然你眾生 你也可以說他叫法性 那如果你要更區別他是有情 你可以說他是法性 因為經論裡面有這個稱呼的 所以刀立天公道立三位 刀立天友感 他就 所以叫做上身刀立 是這樣子的 那其實這個上身是針對人來講 他有上身的感覺 那其實是怎麼樣 其實佛不動本處啊 他是安住在他的儒儒當中 這種不動而生 不動菩提術而普遍上身到 好像第三會是刀立天 到第四會就燕我天了 到第五會 第五會周率天 第六會才是談話之代天 那這個其實都是怎麼樣 都是應每一會眾生的基感 而顯現的一個佛生的一個教化 所以從第三會開始 就是什麼 就是這個上身 這個地點說法的地點 這是空間的概念 如果這個空間的概念 是從人的角度上來看的 如果你從法身大士菩薩 這從第三會十柱開始 這個教我們稱為法身大士 就是所謂的明心見性的菩薩 見性 你具足這個實性 法門的真實的菩提心 跟這圓滿的信心 你具足了之後 這個稱為法身大士菩薩 也就是所謂的陸法界 陸法界 那這時候開始的菩薩 他住處廣大 與法界虛空等 也就是法界有多大 虛空界有多大 這個菩薩 那法身大士菩薩的住處 就有多大 所以是有沒有邊界 所以這是沒有邊界的 所以在佛法裡面 我們學了 我們要認識一點 所謂時間跟空間的概念 是相對的 是從人的角度來看 那法身大士菩薩 為什麼他會有同佛一樣的境界 與法界虛空界的 這個就是佛的境界 這叫陸法界 陸法界 這個要很清楚 所以就是看你的心源在哪裡 從這裡開始 法身大士的菩薩心 他是原菩提心 原真心 原般若 原智慧 所以智慧就是空性 就是法性 所以他是住在聖身的菩薩 住在法性當中 所以他為什麼他的住處 跟法界虛空界相等 因為他住在這個法性上面 住在法界體性上面 這個觀念一定要清楚 要明白 所以他的住處 就是跟法界虛空界一樣 那如果是實性位的菩薩 他的住處 可能就沒有那麼大 他最多可能就是 如果說是在修行的這個 實性皆為菩薩 那他有可能最大就是 圓三千大千世界 就跟佛的這個 教化的一個果度是一樣的 那如果你說我們反覆眾生的心量 我們圓哪裡啊 一個家 一個家 真的喔 還有沒有更小的 沒有 圓子極而已 圓子極 有人還沒試試 有人還沒試試 是手機 哈哈哈哈 好其實這就是 學魔就是這樣的 我們常常你要看你的生命啊 其實生命我們的心是很大的 我們常常在念坐龍山的時候 第一句話是什麼 龍山吃死啊 每天的晚上 弱人欲咬之 三十世界 一觀法界信 有沒有 法界信 切為心照 所以你看那個法界信是 與法界虛空界相等 好這個是佛境界 佛法界 那法生大師 菩薩其實他就是 祿佛法界 祿這個一生法界 好 所以他才有辦法住處廣大 與法界虛空相等 這個經文裡面講的 那神官大師呢 在這個書超裡面 所以這時候 我們學佛的 這個從這裡開始 你就要看到一個東西了 我們要常常 就像我們昨天去祝念 好 我們就跟王者開示 說我們這個 這一期生命 你不能只是 只有知道 我們自己 活著的這個肉體 這個叫色身 他是因緣組合 因緣合合 有因緣性 有時間性 有空間性 到處都有障礙 因為這個是一個 反覆的因緣業力 所成就的 那包括相應於這個 色身而有的 身心世界 這個就是我們現在所認識的生命 那除了這個以外 我們要知道有一個 佛的法身 還有這個法界的這個體性 其實就是這個法界的體性 這是不生不滅的生命 如果我們學佛修行人 我們常常 你看像念佛 祝念嘛 念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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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到這個 你的妄想 顛倒有沒有 這種分別的執著心 都褪去了之後 你才有辦法契入這個 我們常常在講禪宗 在講明心見性 有沒有 參禪啊 打坐啊 就叫你 念頭都不要有 就打漆嘛 打你的莫那是 第七意識 這種我執分別 妄想 然後讓你去入 所謂這個迷境見性 其實就是 從這邊開始的 十柱威菩薩 這邊開始 所以說這個大家要 這個觀念 要能夠理解到 那陳觀大師在這個書超裡面 就提到 他說住處二字 就菩薩住處廣大 與法界虛空相等 這個住處這兩個字 總是其體啊 也就是說在揭示什麼 十柱威菩薩的法體 每一個 剛剛講從第二會開始 到第七會 第八會 第九會 每一會都在講菩薩的修行 那菩薩有不同的階位 有實性 十柱、實行、實惠 像實地、等絕、妙絕 那不同修行菩薩階位的菩薩 他有一個 每一個階段 不同的修行的重點 也就是他這個階段 要做最主要的功課 那在實柱皆位的 這個部分 就告訴我們 住處 就是什麼 就是這個實柱菩薩的 法體的體 最重要的功課 就是這個菩薩的住處 他住在哪裡 然後陳凡大師 他就進一步要解釋 然後我們來看 住位菩薩 我們常講的民心戒性 這時候實住位菩薩 是民心戒性的階段 所以他的住處在哪裡 見性就是他的住處 所以他一直是安住在這個法性上面 這個要很清楚 住法界性 這個是從體性上來看 那他像他的顯像是什麼 定是一個 對 他的顯像就是華葬莊嚴 有沒有 皮露真那如來啊 這個實報莊嚴 這個叫華葬莊嚴 這個就是一真法界的顯像 包括你 你不要說什麼 你說我們現在三界六道的這些輪迴啊 我們看到現在這個世界是不是顯像 是我們的顯像 是你煩惱心的顯像 那你住法界性 他顯現的就是華葬莊嚴 華葬莊嚴世界台 那所有的國土 所有的眾生 所有的通通在這裡面啊 所以是他顯現的這個法界性的這個像 就是華葬莊嚴 然後你看接下來 三賢十勝皆以菩提心而為其體 所以從這裡開始 十住菩薩 十行十回像 這個叫三賢 十住叫什麼 因為三賢有分上中下 十住叫下賢 十行叫什麼 中賢 十回像叫上賢 那為什麼會這樣 等一下會慢慢跟他講 跟他修行的這個心量的擴大 是有關係的 那十勝是哪十勝啊 三賢是十住十行十回像 那十勝呢 十地菩薩 就是十地菩薩 這個要知道 這個最基本的學法言的這個名像 所以三賢菩薩都是以什麼 也就是從這時候開始 住位的菩薩往後 都是以這個菩提心 做為他的法體 剛剛講的 他這個見性是他的住處 對不對 所以這個法界體性 其實就是一個什麼 一個平等 正覺無分別的這個菩提心 佛心啦 簡單講就是佛心 一切眾生邊上都有這一份菩提心 都有這個佛心智慧 這個就是他的體 十住微菩薩的這個體 好 那進一步我們看喔 陳冠上的時間他有解釋 他說菩提心有三 也就是如果你要細說這個菩提心的話 大致來講可以分三個部分 這個在大勝起心論裡面 也是這樣講的話 直心、身心、大菲心這三個 就是菩提心的內涵 好 那什麼叫執心啊 正念真儒法 什麼叫真儒法 這個就是剛才一直在講的 我們常常在講真儒啊 有沒有 自信啊 如來上心靜心啊 菩提心啊 法性、法生 好 這個都是一樣的標的 只是從不同的角度去講他 好 那正念真儒這個執心指的就是指 追求佛道的這一個正念跟政治 正念真儒 正念真儒法 也就是一心氣球這個佛道 這個叫執心 沒有歪曲、沒有高下 沒有太多的這種分別妄想、執所 這個叫執心 好 那再來 就是心心念念都是圓這個 佛心、智慧、真儒、菩提心 這個叫執心 第二個 身心 好 這就指說 這個執心你也可以說 它是一個禮啊 一個體性 好 那你既然要契入這樣的一個 聖身的這個智慧 這個法性 如果沒有善業功德的 好 沒有福報的人 有沒有辦法深入 沒有辦法 因為他煩惱心大 煩惱心大 那你說 這個煩惱心大的人 他怎麼辦 煩惱心大的人 他要怎麼辦 他要多 多讓他的善根增長 所以他要多做善業 多做善業 好 所以如果你常常發現你有起煩惱 有沒有 你起煩惱 或是你覺得你的心不是那麼的平靜 不是那麼安定 常常有煩惱心 那你就是多服務眾生 你多服務眾生 慢慢你那個煩惱心就會被磨掉 就會想不下來 所以這個身心啊 指的是指菩薩 他樂修一切善行 好 那因為我們眾生啊 你要他行善這個是從陪伏的角度來看 好 那這時候已經住在這個法性的這個菩薩 好 他這時候已經不是是修福德的概念了 他這個是什麼 他是真心 真心 趁法戒性來修持這個菩薩行 好 所以這個叫身心啊 身心 好 這個就這個時候就開始有功德了 聚足功德是從見性 從他住在這個法性 安住在菩薩的這樣子的一個心念 上來講的功德啊 之前有沒有講到福德跟功德 最大的差別是什麼 如果你還有分別心的 你還有妄想心的 你還有善惡業的 你對善惡還有分別的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修福德 這是修福德 那功德呢 功德從離相來的 這個離相就是趁這個法性 趁法戒體性 你要離相就是要趁性 你才能離那個相 不是說緣起沒有喔 四相還是有的喔 可是你是離相修善業不住心 我們金剛經有沒有講到一句 因無所住而生起心啊 這個無所住是住哪裡 就是這裡的住處啊 就是趁性趁法戒性 所以這個身心 菩提心的第二個身心指的是 趁著這個真乳心 趁著這個真心 依著這個真心 來修一切的善心 修一切的菩薩心 這個是身心 所以那個真心是根本 那個執心啊 那個禮啊 錄禮是根本 趁法戒性 錄禮是一個根本 然後在這個禮無愛的基礎之上 去廣修世修 這就是禮世無愛 菩薩法戒 這是身心的內涵 然後再來第三個是什麼 大悲心 這就是救護一切眾生啊 所以你說菩提心 它其實你也可以分 從從禮跟世的角度來看 如果是從禮上來看 它其實就是一個正念真乳 你這份正念 真如心 佛心 這個叫執心 然後身心跟大悲心 就是在你屬於修 修功德 修福德 智慧 這個福智 這個功德 的基礎之上的菩薩行 這個叫身心 那大悲心是你在 緣一切眾生 正念真如是從本智 本覺的角度來看的 也從理上來看的 然後後面兩個 身心跟大悲心 是從橫沙的性德來看的 一個是從空的角度來看 一個是從有的角度來看 從不空的角度來看 那住處之體啊 這個十柱未補上的住處 這個體啊 這個見性 法界性 深廣無濟啊 等於法界虛空界相等 所以是同三世一切諸佛 從這時候開始 十柱未補上 開始往後 其實你點下柱未補經文 我們有摘幾段給大家看 你就會可以看到 他的境界是跟佛相等的 他的功德跟佛相等 為什麼 因為他的住處 他的住處的問題 他住處廣大 他的住處 他不是住在煩惱心 不是住在分別妄想心 不是住在顛倒心是非心 這個很清楚喔 這其實是跟我們的差異很大 我們是正念偶爾浮出來一下 然後就沒了 那菩薩是完全沒有失去正念的 這個法身大師菩薩 他不會失正念的 他三不退嘛 衛不退行不天 衛不退行不退念不退 正念不退 這個要按住在聖身的這種法性 般若 那三妹那個就是一個正定 所以這時候都是在定當中 去行菩薩道 因為他的心都住在法性當中 他住在法相 住在法性當中 然後離一切相 可是不捨世修 所以他會不斷的去行菩薩道 這個很重要 這個從這裡開始 往後的菩薩修行都是這樣 所以如果從這裡的角度 你可以反過來看我們 我們平常在所謂的修陪伏啊 我們是發一個什麼心 起一個什麼心念 在做我們所謂的修行的工作 這樣知道嗎 我舉個再講白一點 再簡單一點 你當義工就好 你當義工你是生起什麼心念 在當義工的 歡喜心 很好 歡喜心還有什麼心 菩提心 菩提心好 那這個是有沒有心 有心 有心 這個都有心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還是在 還在有當中 對喔 所以這個還是有分別 還是有妄想 還是有執著的喔 那住於法性的菩薩 他是指他已經 就是離開了這種 對待的這種像 他在性上 法性上面 在體性上 現在在講的就是一個願景 讓你知道菩薩他怎麼修 那我們盡量就是往那個方向 那當然我們這個道路就是 我們先為什麼懷經 其實他就是舉果勸樂 生性 就是要告訴你佛境界 還有菩薩的修持 然後勸眾生發起耗耀心 然後能夠發願去成就 這樣子的一個佛道 這樣才真實究竟會離開 這個人之間的苦難 不是只有離開人之間的苦難 應該是說脫離這種 生死輪轉的苦 因為你不是 你離開的時間 你可能跑到其他地方去 那天人也有五摔 五摔象限 也有他天人福報響盡的時候 那他如果還有惡業 他還是要沉淪生死 所以學佛究竟 你讀化安靜 他就是在告訴你 你學佛你要認識你的生命 他的結構是什麼 你的心怎麼樣去安住 其實這就是佛法經典經論裡面告訴我們 所以這很有意思 從十柱這邊開始 你就要知道菩薩的住處 他是住在哪裡 為什麼他跟佛有一樣的功德 這跟他的心啊 他顯現出來的不是凡夫 虛妄分別的心 而是諸佛菩薩諸佛如來的什麼 真心跟智慧 這叫安住在這個空性 般若的空性 法界的體性上面 所以他自信具足 圓滿這個如來賬 這些很殺的性格 他都具足 要身心 修持一些菩薩道 他也有身心 要大悲心 救護一切之後 甚至他也有大悲心 可是他都不離開 不離開什麼 這個知心 也就是這個菩提心 他都不離開這個禮養 不離開法界體性 他的住處 永遠都住在這種法性上 所以他不是妄想顛倒心 在行菩薩道 那我們就是常常會在 凡夫眾生 所以會我們常常是 善惡業掺雜的 所以我們在行善 在修行的時候 我們常常會怎麼樣 有一個有所得的心 去修善業 那這個 因為佛法也有一個 叫做公布堂捐 所謂公布堂捐 就是如是因如是果 你如是如是的行善 你會不會有得到一個果 善果 還是會的啊 所以你就是 會得到相應你這個善業的因 而有的一個善果 那可是這個究竟來講 他還沒有究竟 他只是善業 他跟惡業是一個屬於 對立的 也就是他還有善惡的這種狀態 所以這時候 以善心來修行 其實就是有福德的福報 可是你如果想出離煩惱 那了後生死的這個部分 一定是要從什麼 智慧上來講 光是福報還不夠 他還要能夠 能夠處理的這種智慧 降服煩惱的這個能力 好 這個就是從功德邊上來講 好 這個是有很大的不同 好 那再來 我們來看 十諸為菩薩 這諸諸二字啊 總是其體 也就是諸為了菩薩 他的法體 好 這個從性上來看 諸法界性 從血相來看 就是一真法界 就是華障莊嚴 那再來 陳冠上是後面接著有解釋 剛才是講十諸 他的諸諸廣大 再來 十行呢 十恨為菩薩是什麼 十行 十恨行業 這個是什麼意思 也就是十諸為了菩薩 階段的菩薩 他是修什麼 他的重點在哪裡 剛剛講的嘛 他的體啊 十住位 十住位 是在住處 所以是十住 住處 住在菩薩 住在通信 住在真心 菩提心上 那十行位的菩薩是住哪裡 住在行業上 他是什麼行業 對 一般我們三聖人來講 就是講六度萬行 六度萬恨 對 這都可以的 然後還有什麼 你想像到的菩薩行有哪些 除了六度萬恨 四色法啊 有沒有 互施愛與力行同事 這個叫四色法 四五亮星 四五亮星 慈悲喜捨 對不對 這都是 都是菩薩行 然後還在三聖講六度萬行 這在一聖的教典 講的是十度 所以你看在環境裡面 他其實十恨為菩薩就是修什麼 十度波羅蜜 十度波羅蜜 所以他這個行業啊 或是叫恨業啊 十恨品 這個 這個菩薩 他這個 每一行 從 歡喜行 一直到 第十行 這每一行的菩薩 修的就是十度波羅蜜 他的重點 像初 第一個 初歡喜行 他就是在故事度 然後第二個 第二行 第三行 一直到第十行 他每一行 就是一度為主 然後其他是佛羅蜜 這樣開始來修菩薩十度 就趁法界性 他修菩薩行 所以十性菩薩的 這個重點 他的法體 就是他的行業 那也是 在這個十法界 就是跟相應於一切眾生 起了這個感應道交啊 比如眾生有感 菩薩就有應 所以就是從這 這個是從行業的角度 菩薩 實行菩薩 他修行的重點 在於這個菩薩行為 然後應以合身得度的 應以合法覺悟的 就分別獻合身說合法 來度化他 這是實行菩薩的 這個實恨會菩薩的功課 那再來 這是中賢 然後上賢會是什麼 實惠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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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願 這個時候實惠相 上賢會和菩薩的功課 重點在哪裡 就是他的大願 他的大願 他這個大願 他這個大願是什麼 你們想想看這個實惠相 願一切眾生 願一切眾生怎樣 離苦得了 離苦得了 成就佛道 這個是最究竟的 所以實惠相 為了這個菩薩 他幫助眾生的願 就是一個 最重要就是一個 就是要幫助一切有情的眾生 能夠怎麼樣 其實回歸自信 也就是要住在這個法性 住在這個 我們剛剛講的民心見性 要回歸自信 消歸自信 幫助眾生能夠去向正德 這個究竟圓滿的這個佛果 這個是實惠相為的菩薩 在做的功課 他遇到任何眾生 一定就是度他道成佛 這個很有意思的 而且讓他能夠安住在這個 法界的這種體性上面 不是在安住在煩惱心上 那我們現在知道了 菩薩住在菩薩的住處聖身 那我們幫助眾生的時候 也要往這個角度去發展 去開發 讓他們知道 生命不是只有這個色身而已 讓他們能夠開智慧 這樣才能夠斷反 這樣會比較快 比較徹底一點 然後幫助他們去向佛果 而且他是沒有條件的 為什麼沒有條件 因為他住在法性上 在法性上就沒有任何的欲求了 對不對 沒有任何的分別妄想心啊 所以這個叫沒有任何條件 治他不餓 為什麼治他不餓 從住位開始 其實住在法界性的菩薩 就已經你嚴格來講 他就是治他不餓 因為你治他還有分別嘛 那整個遍法界去空界 其實就是一個體系 這也是我們之前在讀菩薩 他會講到三世一切佛 共同一法性 你法生幾個啊 整個 整個 披露性海 對 沒錯 這就是法性 情與無形都包含在裡頭 所以佛成正絕的時候 一切眾生 連三個大地 氣勢間 通通成正絕 這個很有意思啊 所以 關鍵是在我們這個 新的一個開展 好 那前面 十住十行十回向 這個是屬於三賢慧 那十地菩薩 明願善決定 什麼叫願善決定 那這邊 陳冠道士就解釋 余大無題 立誓去求 這個就是願 他都是住在法性當中 然後不斷的去成就什麼 成就那個佛果 所必須經歷的這些菩薩修行 對每個階段 然後不斷的做生命的提升 煩惱的斷除 其實他這時候就是 無名跟喜氣的 喜氣的一個處理 好 那我們來看 他進一步講 此願所以明善決定者 願我們大家都知道 就跟剛才 慈悔相偉菩薩 這個願一樣 他就是發大無題心 要去求佛道 那為什麼又叫善決定呢 指這個十聖位的菩薩 在這個屬於智慧的這個層面 從正位的角度切入 也就是他對於這個真如 對這個真心 陸禮的這個層面 又比前面三賢在世修上 他更圓滿 所以他對於這個禮的安住 對於世修的這個廣大的部分 他能夠開展的 比三賢會更廣大 所以都是這個大願 還有這個菩薩道 是真實智慧所設受的關係 所以稱為願善決定 這個在神官大師的書朝裡面 他這樣解釋 那這個都是皆當畏題 也就是說從剛講的 十住位的住處 還有十恨會菩薩的行業 還有這個十恨會菩薩的願 還有十地菩薩 十勝會菩薩的這個願善決定 這個都是每一個當位的菩薩 始住位的菩薩 行位的菩薩 回向位的菩薩 地位的菩薩 他主要的功課 當位體就是指他這一位菩薩的法體 這一個接位 菩薩接位的這個菩薩的功課 他的體啊 主要修的功課 那不同的菩薩地位 接位有不同的修行的中趣 中趣就是他主要的宗旨還有去向 那是象征他每個階段 主要的功課 那十住位菩薩 主要就是以民心見性 所以住宿廣大 從這裡角度切進來 所以他就是 凡所有都是以這個自性為主 都是跟這個法性相應的 那是 所以就是襯法界性 遍法界虛空界 那所以從這個出住位以上開始呢 他所謂的等住宿廣大等法界虛空相等的 這個部分他其實就是同於佛的這個範圍 佛的這個法界 所以經文裡面你會看到 因之此人 這個此人指的就是這個法生大事菩薩 他與三世諸佛等同等 與三世諸佛如來境界平等 與三世諸佛如來功德平等 德如來一生無量生 究竟平等真實的智慧 這個是在講這個十住位菩薩 住於這個甚深的這個空性的部分 這個是非人力所能攀圓 非人主所能燈塔 為什麼 因為回到剛剛講的 因為我們是非心妄想心 煩惱心大 所以你的分別妄想之作心越重 你的活動的空間就越什麼 越小 越狹隘 那菩薩到這裡 十住位菩薩住處廣大 他這整個超越的是 人世間的這種意識 這種時間空間的限制 所以他會有另外一個 會能夠上身道立天 其實他就是離開人世間的概念 就是離於這種人世間的分別執著妄想 所以從這裡開始就是在講法生大事 入佛法界 住法界體性 趁性修菩薩行 修普賢行 其實嚴格來講就是普賢行 因為他不是單一的 他是 因為你趁性 所以是普遍的 你修一個善 他是普遍的善 你升起一念的稱分心 他就是普遍的惡 這菩薩行品裡面有提到 這時候的修行開始 從十住位菩薩開始 這邊開始就是普賢行 因為他是趁性修行 所以他的行不會是單一的 這就是懷疑經裡面的一個縱容 大家要很清楚 那所以這邊 十住法門從如來妙制海中流出 從如來的真心佛制當中流出來的 那不是凡夫心量 你分別心妄想心執著心 識字變衝所能想像的 這是住在這個住處廣大 需要具有這個無助 甚深空性智慧 就是住在法性 法界體性的這樣的一個法生大事 他就能夠真實的領會到這樣的一個功德 那我們舉這個懷疑經的出發心功德品 來跟他解釋一下 那我們先休息 對於剛剛這一段有沒有問題 可以舉手問一下 這樣有沒有清楚這個 這法生大事的一個定義 還有這個十住位之後的菩薩開始 我們十性法門圓滿之後 所謂華言的入位啊 華言經裡面算菩薩的結位 是從哪裡開始算的 十數開始算 所以是講四十二個結位有沒有 那前面的十性呢 祖師的書超裡面就有解釋到 這個是入位的前方便 也就是你的這個 他這裡已經住在這樣子的一個真心佛制上了 已經住在這個真實的菩提心 那這菩提心怎麼修怎麼養成的 你們上個學期的十性法門 好像往前我們講了大概兩三次重複講 所以你們可以去聽我們之前的 那個重點的那個部分 所以其實我們現在 如果說你要開始學佛修行 你要從哪個角度切入 就是從十性法門的那十個心 菩薩會名品裡面的十個心 那你的行詞的話 你就是意於進行品 所以十性的這個禮啊 是在菩薩會名品 解是在菩薩會名品 那他的行就是進行品 那他所開展出來的得用的功德 就是在賢收品裡面 這個我們上一次之前有跟大家講很清楚 所以說要知道怎麼用心 要知道善用其心 這是進行的最主要的關鍵 那從這個柱衛之後呢 他開始就是十柱行 十柱行 然後後面還有一個叫什麼 泛恨比 泛行 這就是柱衛菩薩的一個功課 他的行 十柱是解 泛行是他的行 然後後面還有他的德的部分 那十柱的德就是 出發心功德品 就跟你講這個真實古提心 真實真正發心 他的功德是跟佛一樣的 這點要我們會帶到這段經驗 那還有明法品 明法品從這裡開始就有 聖境驅後 十柱法門裡面這邊開始 明法品就是 當你具足了十柱菩薩修行皆位 這個功德之後 你如何再進一步提升自己 菩薩如何進一步 從柱位提升到往後的 十行位 十回向位 十地位 這個菩薩修行階段如何提升 這是聖境驅後的經文 像這個十五進障也是聖境驅後 所以這就是告訴我們 要怎麼樣往後 那其實我們在講十柱法門 往後我們下個禮拜講下去之後 你就會發現 每一柱都有什麼 自分都有聖境分 所以其實每一個階位的菩薩 其實他都有他單位必須要修學的 這個叫自分 自己的自分就是 一分兩分的這個分 那他要聖境往後面的菩薩階位的時候 他就要怎麼樣 聖境要比現在還要更提升一點 然後去向後位 這個叫聖境驅後的經文 所以從這時候開始 你從十柱平經文開始 你就會發現他有上升說法的經文 升虛弥三頂品 虛弥頂上祭戰品 這個就是這一柱 這一個菩薩階位的這個菩薩大眾 他以他的學佛的這個理解 他的智慧來撐陽讚嘆諸佛如來的功德 然後還有他這個十柱法門的修法 然後在講十柱的時候就是他的結了 范恨品的時候就是他的行 然後出發行功德品就是他的德 每一會都有他的解行德 那在十性位的時候 解是菩薩為民品 行是進行品 德是賢手品 所以這個經文其實那個結構上都是很清楚的 所以你們慢慢這樣訊息慢慢去了解 你就會慢慢知道 每一個修行結尾的菩薩他的功課是什麼 那我們從人世界的角度 我們如何來學習 這是很重要的 可以請說 尤其就是十相菩薩 他幫助一切 十相菩薩 十相菩薩 幫助一切有情寒事回歸自信 這個有情寒事是不是指有情這個八世裡面把它轉 不是有情 就是一切眾生 一切眾生 寒事是代表一切眾生 對 寒事啊就是他有世心的 有心意識作用的 就是八世的世心 有心意識作用的 有心意識作用的 他那個不止只有八世 不是 對一切的眾生 一切有意識的眾生 對 相對於無情而言 相對於無情而言 所以就是涵蓋一切有情 對 有情是玄奘大師的翻譯 眾生 眾生是舊義 有情是玄奘大師之後是翻有情 對 有情是玄奘大師的翻譯嗎 一般是說眾生 不是一般就是舊義是眾生 對 這樣這樣了解嗎 其實他兩個 其實那就是什麼 什麼叫眾生 你有情眾是 有情眾,有 genuine 眾人合甚 這個叫眾生 所以有情眾生是一樣的 所以有情眾生是一樣的 經典上很常出現 得情韓式 對阿韓式也是啦 這都是眾生的意思 就是幫助一切友情 能夠怎麼樣 安住在這個自信上面 就是 知道他有核心 知道他有菩蹄心 幫助一切友情 也知道他有這個菩蹄心 让他回归到他的真心 简单的来讲就是这样 对啊 那个就是真心 还是佛心 就是先告诉你 所以法华经讲嘛 开释误入 让一切众生都能够开佛之见 误入佛的之见 对啊 然后能够成就 开释误入佛的之见 所以就是要让大家知道 你都有佛性 你都会成佛啊 他的住处 其实持住品的住处 的住处就是在这个 这个佛性上 这个法性就是佛性啊 无归本性 对 就是明信见信 见到这个性也是佛性啊 啊其实这就是什么 就是空性啊 因为知道是缘起的 所以你不会起妄想之作分别 这时候你的真心就会现前 所以为什么我们佛教理讲 然后让他显现出来 他本来就有就是像镜子这样子啊 张人 弄干净他就跑出来 所以就慢慢去揣摩 然后就从生活当中要去学习 怎么去用心啊 学这个菩萨 这个菩萨真的很了不起啊 他就是一直住在这个法性当中 去行菩萨道 这个 我们就是一直带着烦恼心分别心 在做义工 你知道那个差别在哪里吗 那天堂差别 叫福德跟那个 那不是福德 那是烦恼心 烦恼心跟真心的差别 当然也是福德跟功德的差别 烦恼心 可是他有善业 所以就是福德 可是没有功德 可是如果你跟真心相应 这个法生大事菩萨 他修的都是功德 而且那个功德是跟佛一样的功德 因为称性 这样理解吗 这个部分有没有不了解 有感而应 对啊 因为为什么有感 你说 你说这个东西很好玩 感应这件事情 对啊 有时候妈妈 有我们讲的父子联心嘛 奴隶联心嘛 或者是有的时候双胞胎 他会有特别的一个 血清上的因缘关系 血缘关系的时候 他有时候会比较 close的 会比较容易去感知到 那是因为你们有关系嘛 那你看佛菩萨多厉害啊 他跟所有的众生都有关系 没有众生他不能称法 不是 同体的嘛 现在不是在讲吗 他住处广大 他就同一个体性嘛 性体一样的啊 我们法上大师讲的 妄境还原官嘛 妄境还原啊 你还的本源是什么 死亡三是佛 同共义法身啊 本源是一个啊 所以你对他来讲 有没有治他的分别 法身大师已经没有治他的分别 所以他能够感应道交啊 我们感应不到 我们有问题 因为你就像你的 对没错 你的radio 你在调那个 调那个时候 你根本就没调他 你根本就感应不到 可是佛萨的电波一直在 可是他能不能感应到我们 他可以啊 他就是觉得 奇怪这些人怎么还这样 我手一直伸在那里 你们都没有了 他也不会有这种感想 他也不会有这种感想 他不会起心动念 简单讲对 因为秤法戒性 明心戒性 就是没有那个念头 没有这些念头 他就是秤性 这叫秤性 他就不会是佛 是独式法身大师 对 独式法身大师 因为我都说 所以我认不到教 这很有意思的 把这个李搞懂 你就知道学佛是什么事情 是在做什么 今天讲的这个是 其实是学佛的一个关键 为什么会有法身大师 为什么会有反复众生 如果我们一直永远都在事项上 分别计较妄想 是非对错 如果真论 议论 你就永远是反复众生 那佛就跟我们讲了 你入法戒 秤法戒性 你明心见性 之后的辅上 他就不起 虚妄的这种心念 他跟真心相遇 真心显露 佛心 显现 所以这个就是要慢慢训练自己 啊怎么训练 你就要从自己的善根 善根这边着手 多做一点善业 你借实善 然后多熏习佛法 从理善 那个是有办法 帮我们开智慧断烦恼 你修善不见得会断烦恼 可是你福报累积到一个程度 他会让你 长智慧 会生智慧 可是这个要求好多善业 好 那就休息一下吧 还有其他问题吗 刚开始来 你可能会有一点 听不懂 那没关系 就是慢慢要学习 因为这个怀炎经 那么大铺头 而且讲的是法生大事的修习 菩萨的境界 或菩萨的境界 他一定是有他的 他的一个难度 为什么难 难在哪里 难在因为我们用人的心念 我们用意识心去去学习 关键是在这里 就是我们听经的时候 我们还是用一种 像在学事间学的那种 那种用心的话 就会发生这些问题 就是很难 很难进得了那种境界 那可是 因为你要去了解 所以你又不能不学教理 否则你就完全 也不知道那是什么面貌 对 所以就是这个 教理 行果 教理行果 他是一个次第 你要一定从文师修 我们要热眼镜有没有讲 就是从文师修 入山没地 师父这个大不妥的怀眼镜 对不对 如果没依你这样的解释的话 如果要去做的话 真的 真的 就是 所以说为什么 我们要看祖师的著作 就是因为他们就是一直 你看他 请他全 一辈子的生命经历 他都泡在这个经典里面 然后都在做这个 说法 教授教化 这个工作 所以我们常常就是要像 特别解经的时候 要异于祖师的这些著作 免得我们 因为毕竟我们也没有 像祖师那麽高的智慧 那你到时候理解经典 理解错误 用自己的方式 用世间的这种分别性的角度 去理解经典 你用妄心去理解真心 你怎麽理解 在天经论法之下 如果说你不是在 华眼镜里面这样的一个 你这样分品的来解释的话 其实你说要把整部经毒烂了 你还是不能去入他整个 不会 我跟你讲 你毒 你毒经有你毒经的一个熏修 你不会出现叫做 你把整部经毒烂了 你还不会 没有这样子 你知道吗 他妈你毒都没有毒烂 你都是外奖 我去运达他 会不会想分配去看 我可以毒经 你知道吗 那个老菩萨啊 那个老婆婆啊 他们很多人都不认识字 可是你说为什麽他念普门品 他念阿弥陀经 他念到最后 他都可以把 可以把那些经典背起来 是什麽道理 你说毒烂了 怎麽还不可能 不会的 我告诉你哦 反而是他们 反而是他们这样子 他们怎麽样 他们看不懂字 所以他没有他没有广想 没有表 他就是很单纯的 这样子念 这样子念 我就这样背 就是 你记不记得 以前小时候 爸爸妈妈教我们读三字经 你不是也是他念一句 你念一句吗 人之书 信本善 信乡信习习乡原 有没有 狗叫 然后你就一直念 一直念 一直念 对不对 后来你不是整个三字经 都背起来 还去比赛 对不对 其实我跟妳讲 那你读经 其实这个是一个熏修 可是你读经 你读读读读 其实那个三字经也是 他就是 伦常嘛 教我们怎麽做好一个人嘛 那佛经就是教我们 怎麽做好佛 怎麽成佛嘛 他其实就是一个善根的启发 其实这个 你说 儒家 士玄 你不要说他是儒家 其实他有他的一个 做人的道理 他就是教好你 儒家的这个道理是在于 五戒十三的这个班 他教好你怎麽做好人天善业 怎麽获得一个人 人生 这个是基础啊 那在这个基础之上 你才有修行佛道的这个 这个 这个本钱啊 你没有人生 你怎麽修佛道 怎麽修行啊 所以你当你在读经的时候 就是这样的 你有了这个人生的基础之后 你不断的寻修即使 因为你过去 善业不够 这辈子脑筋不开 不开通 那你没关系 你就是勤劳一点嘛 勤人补着嘛 你就是一直读一直读读 到最后 我跟你讲 你就是这样子静静的 把你那整部经 那个谷门品也好 弥陀经也好 那个老佛佛 整个背起来之后 他全 整个整天都在念佛啦 那个要往生的时候 都很好走 可是我们这个 世信很发达的 对啊 夜市 那个你 聪明了 你往生的时候就 对啊 我现在问你 我现在不是 我受欢迎经的每一季 他活着讲的诗 一样 诗诗诗诗 一直讲 不是这个就是要跟我们讲 你的脑袋 如果你跟佛一样的话 那这个是不是就是 你应该要有的一个生命境界 你本来就有这样的一个 可是你现在不见了 那你现在就是要透过修行 把它唤醒 你只把它唤醒而已 他并没有说你没有 你有耶 你有的 你本是具足 你現在要做的就是 你現在還沒到啊 你現在 你看嘛 又不是祝福薩祂住處廣大 祂是住在這個真心啊 所以祂這個不是說 祂去修什麼東西啦 是你本來具足 你只要讓那個真心顯露 現在的問題就是要想辦法 不要一直妄想分別的執著 我們是妄思的 我們以前那個妄思的 你們像你的耳朵 那個寶阿基有跟他們二聖人講 他們說你們以前也是 發佛菩薩來實現 不是其實你從 你從方等經來看啊 你從方等經來看 你說現在之前其實我們也有講過 你說這些身文二聖 祂其實是視線 祂是他方菩薩來實現 對啊 那祂是視線讓我們知道 其實這些 這些你說設立佛菩薩 他們都發菩薩 是啊 沒有菩薩怎麼會修行 外憲生生生內密 炸喜 美女生本來也也佛也大 不要換別子走 不要沒有 反正沒有 不是 事項上是有 是 緣起的釋法 它是有它的差別現象 可是我們如何在這個緣起事件當中 我們要能夠安住 對啊 這是一個智慧 這是一個智慧 其實我們學國就是要教你怎麼安住 很容易講啊 揍都揍都揍不來 所以就是要教我們 如何去把這種分別心慢慢放下來啊 要能夠捨啊 你現在不捨你怎麼會等 所以實助菩薩明心見性 我們要能夠明心見性 必須要具足實助菩薩這個 必須要具足實性 就是我們剛剛講這一張表的時候 要如何明心見性 如何明心見性就是要修 我們要從實性開始修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剛剛 我們剛剛下課之前講的 從這裡從菩薩溫明品 這個是實性法門當中 菩薩溫明品在講實性法門 你有看到那張表嗎 有 那張表 菩薩溫明品是在跟我們講 實性菩薩他怎麼修行 他有十種心 那你那個實性的那個表 有 有嗎 那實種心其實就是我們現在要修的 當你這實種心圓滿喔 你都具足了這實種心喔 你才發起真實的菩提心 你那時候才能說你有菩提心 所以我們現在學佛人常在說 你是菩薩佛喔 你去受菩薩戒的時候 你發現了嗎 當然你要說我發心啦 我發心要做菩薩學佛道 可是真正的那個內涵 是你要去看菩薩溫明品 你這十種心就是那個十種心 你要具足 性靜念定慧 然後不退 戒 護法 怨迴向 這十種心 你要能夠具足 當你具足這十種心 而且不退 這時候 才是真正佛法裡講的菩提心 才是這邊講的十柱的這種佛心 真心啊 這個顯現 是這樣子的 所以在華燕經裡面 像我們外凡位眾生 修的其實就是從解的話 理上就是要從菩薩溫明品去了解 行上就是要依於進行品 所謂的善用其心 折獲一切聖苗功德去下手 然後再來 賢手品是講他的德 每一會都有解行德 就是後面 那前面的如來明號是聖地光明覺 這次在講佛境界的身口一三頁 的圓滿廣大 無邊 所以是他第二會的結構是這樣子 所以說如果你現在在想說 如果我們要怎麼樣做 才能夠契入這十柱菩薩 這樣的一個境界 正量 那就是要從實性品這邊開始著手 下手處是在這個第二會的實性法門 也就是這十種心的具足 這時候 你對於佛法 對於三寶 對於這個真乳啊 道場啊 什麼叫菩提 菩提場 你自信 這個真心 這個就是真實的信心 也就是菩提心的出發 這叫出發心 這就是你這實性圓滿了 才是真正出發菩提心 如何如何具足這個實性呢 如何讓這個實性能夠用 就是要修行啊 如何修行 修行就是要從 如果從人來講 就是從斷惡修善開始 諸惡莫作眾善奉行 自盡其意施諸佛教 不作惡作善 然後以生善令增長 未生惡令不生惡 這是事正情嘛 是 就是從哪裡 從三十七道比 所以你看這十心不離開五根五立啊 五根五立啊 五根五立就是什麼 性靜念靈慧 你有沒有具足信心 念心正念的心夠不夠 性靜 性靜靜心 你會不會退心 定慧 定慧力 這個都是啊 五根五立 其實簡單來講 華言一聖大聖都不離開 這個原始佛教 等三十七道比的基礎的 那你看第二會裡面還有施聖地步 苦極滅道 因為 因為佛法是跟我們講什麼 緣起法 你所有的法 一聖法 他也不離開緣起啊 只是他講的緣起層次不一樣 怎麼個不一樣法 小教講什麼緣起 講夜感緣起 小教講夜感緣起 如是因如是果 這是基礎佛法 然後使教進入了大聖菩薩 這邊開始講阿賴岩緣起 因為小教只有講六事 到了大聖之後講了八事 這時候就是賴岩緣起 然後到了宗教 大聖比較成熟 叫做宗 始終的宗 始教宗教 這是在講儒來賬 在講心性 在講這個法性的 這個經典 信中的這個經典 他就是什麼 真如緣起 真如緣起 然後 然後再來 原教就是講法界緣起 都在講緣起 可是他心量的開展不同 還有不同的內容 重點不一樣 著重的面向不一樣 可是都不離開緣起法 那你四聖地有沒有離開十二因緣 沒有阿開合不一樣而已 十二因緣開了十二支阿 可是四聖地就是苦疾滅道 那分開來講一個是世間的因果苦疾嘛 對不對 出世間的因果 這還是講因果 還是講緣起阿 世俗跟聖意的 對啊 世間跟出世間阿 那你怎麼修 就是從疾苦疾滅道 從道地 就是什麼 三十七到底 這就是重點 所以你看你阿彌陀經裡面 有沒有 那個菩薩 阿彌陀佛的極樂世界 那些鳥 那些樹 佳陵平潔阿 那個風吹阿 都是在說什麼 所有跟無力氣伏 發生道分阿 這都是三十七到底 對啊 所以你說怎麼修 就是從基礎佛法去修 根本修 從根本 對啊 從生而為人的根本去下手 這個根本不是指佛的根本 是你如何有確保得到一個人生 這個你的善根 如何增長 這個五屆十三是下手處 五屆十三是下手處 在這個五屆十三的基礎之上 才有辦法真實的去修這個福德跟智慧 兩個一起修 否則你善根 你這個人生都沒有 你沒辦法修行 那五屆十三是確保人生的最基礎 有了這個基礎之後 你再來修行 然後就會因為信量開展的不同 而成就世聖 會有身穩原決 因為他著重的面向不一樣 那修菩薩的他是發大心的 大道行的重心 然後廣立至他一切重心 然後佛就是究竟圓滿的 所以就有世聖法界佛 那六道是指 他還在還沒開始還在輪轉 這叫十法界 就是剛才最開始講的那個時候 有回答到你的問題嗎 有回答 但是基本上 在修行的過程 我們都會有一些病痛 當然 那 碰到這種問題 尤其像我們現在 我們要維持我們這個肉身的健康 非常不容易 是 我告訴你 如果要能夠在修行當中 我告訴你 增長我們肉身的這個健康的狀態 我現在 對 我跟你講 其實少妄想心就會健康 少分別心就會健康 其實這是一體的 你在修這個同時 佛法很有意思 有很多人在這個世間他出事 出事啊 出事啊 遇到事情了 台語聽得懂嗎 有 他總是會去 他覺得佛法太慢了 為什麼 因為他還要這樣修 那樣修 這樣修 這樣修 因為之前修不夠 所以他那個姻緣陷起的時候 他來不及 來不及的時候 他疾病頭一 他怎麼辦 哪裡有效 哪裡感應 哪裡快 他就趕快先去抓一個 所以就會發現一個 你也可以說他是一種 不太 也可以說是亂象 可是 從佛法的角度來看 其實他是不究竟 他就是變成什麼 變成你的發心不純正 你本來學習佛法 佛法你可能說他慢了一點 是沒錯 可是關鍵在於 你有沒有起步去修 如果你有開始起步去修 然後依依著教理來講的 基本上你的世間的因緣會跟著調整 就好比 這個其實就是從根本下什麼 這是治本 那我們世間人往往就是會去治那個症狀 就是治標 就是哪裡痛去處理哪裡 所以他有可能這裡發生了一個事情 他去找關鍾音 關鍾音 對 或是去找那個會通靈的 然後他主要他要幹嘛 他不是要治本 他也不想要知道這個問題根本出現在哪裡 他就是想怎麼樣把這個現象消除掉 譬如說我家廚房 有出現有眾生 那我怎麼樣把他除掉 我怎麼樣把他除掉 你想的都是我怎麼把他除掉 那個發心跟那個方法 學佛的人跟沒有學佛的人的差別就很大 學佛的人跟我們講 他是一個緣起 讓我們知道這個眾生跟我們有緣 他需要救度 所以他來找我們 這個是一個 那第二個有可能 他是我們的祖先 因為我們沒有姻緣的人 他不可能進到我們家裡面 對啊 這個都是有緣 你從風化的角度來看 會這樣跟你講 可是你如果是從 從你要解決問題的角度來看 趕快去找人家來煞蟲 對 我說對了 趕快找一個 趕快把這個弄掉 想盡辦法有任何 這個就是那個心念 這個就是心念的問題 但是這個 這個例子非常好 不要 如果不去趕快找另外一個外道去處理 那應該用正 對 用佛法怎麼處理 對 用佛法很簡單 你就是利益他 給他 他需要功德 他才能夠離開他那個困境 那功德從哪裡來 從修行來 所以這時候 在世的人要怎麼做 你讀經給他 送經拜託 對 幫他做懺悔發願 甚至幫他歪一三寶 這個都是有效的 師父可不可以用普安奏 我跟你講 我們現在先不要扯那麼遠 任何的奏 任何的經 都是有效的 對 關鍵是在於我們的發心 我們的心 對 我們覺得他有效 你今天 如果你真的要這個利益奏的眾生 我跟你講很簡單 你今天不去找法師 不去找道士 不去找人 你就你自己就好了 你自己拿一本地藏經 你真真切切 老老實實的去讀他 就怕你不讀 我跟你講 真的 你去讀他 你讀七部 會轉變的 會轉變的 聽懂沒有 有時候不是七部的問題 你七部讀沒有效 那你就可以知道 你過去跟他之間的緣有多深 那不是七部能夠解決 那你就要怎麼樣 再加 再加 可是我們往往 往往你都還沒有等到他來 我跟你講 因為他是基礎邪 因為他 他會 對 我知道我在講 你還沒有等 可是我們往往怎麼樣 還沒等到他 我們就 想不及 你等不及 然後你就怎麼樣 太慢了 然後就放掉了 就沒了 然後我跟你講 那個姻緣就有得等了 那個就變成這樣子 那要嘛你就是快一點 就是去找其他的那個 有的沒有的 可是我跟你講 那個只是暫時解決 那個現象 可是根源 你欠 假設你欠他一個錢 你欠他一個債 你欠了人家 冤親債主 你欠他一筆債 那 你如何透過那個外力 去讓你這一筆債抵消掉 不用 不用償還 有這個道理嗎 那就是 那個眾生願意和解 這很重要 是 所以楊世間也是 你是 是啊 所以這個問題 不是在往生的時候 而是在 所以說佛法是對 在世的人說的 那個往生佛教是 因為到後來 大家都不修行了 最後 往生的才來處理 那是一種 已經很 很 枝末的處理了 所以其實關鍵是在 你在世的時候 你就要學佛 然後你就要去 培養 你要去培養你的善根 然後去改變你的身口 不去造惡業 這樣子 你才有辦法跟眾生之間得到一個和解 心念上的和解 意念上的一種鬆弛 不然你那種彼此仇恨 那種殺傷的 你過去你扛我一刀 我捅你一刀 我要追你的命 我就是要追你的命 我為什麼要放過你 你給我多少錢我都不放你 如果他是這種心念的話 你找誰都沒有用的 這個焉解不了 對啊 那如果能夠解 那就是有能夠解的因緣 那你不能解 你如果用佛法的方式來講 你就是要透過誦經修行的這種功德力 才能讓他能夠心念 他能夠那個心念消 那個仇恨的心消弱之後 他也才有辦法超生啊 不然他就一直卡在那裡 他就一直做 他如果是鬼 他就一直在那裡做鬼 他就一直跟著你啊 就是這樣子啊 只是你比較健康的時候 你年輕立壮的時候 你沒有感覺到啊 可是他就在等你嘛 等你 等你弱一點的時候 看到時機 就像水灘那個武大國師啊 他十四都做修行的高僧 他從西漢 原案朝錯的那種西數 對啊 從原案朝錯的那種關係 他腰斬他 誤誤殺 結果那種仇恨一直記記記 他後來他十輩子都做高僧 他修行 他沒有機會報仇 等到唐義宗的時候 他做國師了 結果一個起心動念 升座 起了一個慢心 結果他有機可乘啊 他就變成一個人面昌障 那樣的那個 他報仇 後來那個和尚加了 對啊 讓他去用那個三昧水 去化解那個嘛 他其實就是 懺悔嘛 要透過修行的這個 因為他有修行 他有功德的啊 所以就縱使武大國師 這麼高聲都會碰到這種現象 可靠你這個聲斗行 對 所以 所以就是要好好修行 這個 不是我跟你講 就是飛空飛海中 飛入山世間 無有地方所 脫之不受報 只要你今天 因緣果報的業力還在 你就會有 你會有感 會有獻報的這個時候 會有果報成熟的時候 那你現在怎麼讓他 果報成熟你要去 緩轉他就已經難了你知道嗎 可是你修行人就是 你要怎麼在他還沒有成熟 惡業還沒成熟的時候 你要趕快去 那從你的懺悔 為什麼要拜仗 為什麼要 就是不餓過 你不再同樣的身口意照做 你這個 醉從心起 將心燦 心若滅食 醉意亡 眾生 你跟眾生之間 如果你還不斷的去傷害眾生 你這個惡業 他就會一直相去下去 如果你今天身口意行 惡業止息了 你這個業就不好成熟 可是你要多大的善能 去翻轉這個業 這就靠我們自己的修行力 所以這個是很重要的 這是很重要的 真的努力送地藏經 真的很有效 不過我的感覺是 努力送經 其實沒修行 就是惡業經了來結了 你會心裡會比較坦能去接手 那你就不會再增加 就是不會 你會為了就業未宵更造信仰 你就不會有這種 你不會怨恨 你不會怨恨 因為你會知道 那個是一個因果的呈現 然後當你比較坦能的時候 其實你的身心狀況 會跟著調整 會跟著調整 現在就是你要去接受 很多人遇到 現世的那種災難 或是病痛的時候 他第一件事 他沒有辦法接受 一定的 一定的 因為他會覺得說 為什麼是我的 就是我 對啊 為什麼是我 你會怨恨 可是當你學佛之後 你會了解 像你在拜禪 像我們明天拜鑰匙禪 然後我們還有拜水禪 還有我們剛拜完的梁黃禪 其實你從那個禪本裡面去看 那個禪本其實就是 漢傳那個祖師 佛教的祖師 為了卑鄙我們這個漢帝的眾生 他把經論裡面這些 懺悔發怨 還有發菩提心 禪本其實梁黃禪 我們上一次有跟大家開示 那重點是什麼 就是不離開這個菩提心 你要生起真實的懺悔 其實就是你要去發這個菩提心 因為當你發起這個菩提心的時候 代表說你現在雖然做不到 可是我有這個心 我要能夠利益 跟我有冤解 有過節 甚至更擴大你的心 到一切的眾生 在梁黃禪裡面 他帶了什麼 國王王子 這些百官 還有什麼 畢業眾生都有 六道眾生都有 法界一切眾生 來做這個禪和跟發行 這個信量是很大的 那這個如果你只要 順著這個禪法的衣櫃啊 去修它的話 它會有它的福德 透過這個修行的福德 會轉你的惡業 因為你福德多的時候 你的惡業不容易陷起 應該不是轉合 應該是說它不容易陷起 那個圓啊 那個圓不容易陷起 其實那關鍵就是 你有沒有讓它成熟的圓啊 就好比你看 你一個種子種到土裡面 你要種子長大 你要什麼條件 兩光、雙、雞、水 對不對 那如果你今天惡業的種子已經種下去了 你怎麼樣不讓它開花結果 你就是要不再造 要那個惡相續的話 它那個條件兩分厚的話 它會長出來 但是我一直在想說 悟達參與這個例子 他這麼大的高僧 這麼多事 他還會 當他有一點弱點的時候 會被怨親在主 對他會被怨親在主 可是你聽我講完還沒有啊 你要徹底的去了解他嘛 他像他們那麼高僧修行的人 還有控打 被怨親在主早上 可是因為修行的關係 他有能力解決它 對不對 可是我們世間人是怎麼樣 我們常常處於那種空檔 被追的這種狀況 以外 我們沒有能力去解決 所以我們學佛 最重要就是要讓你看到這一點 然後你願意起修 現在的關鍵就在這裡 那我們現在人往往就是聽經文法 他非常喜歡 可是真的要修行 他不想做 他不想做 他就是像在追求世間的知識一樣 所以為什麼剛剛我一直提醒大家 就是說 這個跟世間法 世學的那種用心其實是不一樣的 你在學佛的時候 我們要常常 你不要用一個分別心 計較心 或是利益的心 去學這個東西 這對我有什麼好處 是 是 人的發心是這樣子 而且很多人都是這種發心 學佛還要對價 還要對價關係 他如果沒好處他不學 可是這樣的洗心動念是有問題的 可是現在一般人都是這樣 就是你無事不登三法殿 他來道場裡 來廟裡 他不會沒有事來 你知道嗎 他一定搞到就是有事了他來找法師 而且來找法師 他一定要看到你 沒看到你才不行 他會說你這個房子 你這個道場怎麼這樣 很好玩的 就是 急的時候 當他急的時候 那你急的時候他不覺得急 你看他這樣已經不行 你想要拉他一把 你沒有辦法拉 因為他不讓你拉 就是這樣 所以我是覺得說我們學佛的人 就是要常常去訓習 然後你要很願意發起一個心 就是我要去修行 我覺得就是不要認為說修行跟我沒有關係 不是修行不是法師的事情 法師只是職業修行 就是我們職業是修行 我們就是一直要 想辦法讓自己的心安住在這樣的一份 親近跟絕名上面 這樣的一個修行 可是你們呢 你們有沒有菩提心啊 有 你們有啊 你們有這個佛心啊 那你們為什麼修行跟你們沒關係 因為都在我 因為你們都 都在妄想心裡面 在煩惱心裡面 那不把修行當作是自己的事 所以這就是剛才講的 要認識到 我們除了這個色身的生命以外 我們還有一個法身 這需要讓你去鍛鍊 讓你去還原 妄盡還原啊 妄盡還原 官員有沒有 這樣大師的 你這個妄想心 分別心 煩惱心 自喜樂 你真心會現前 他就是這樣教我們的嘛 包括六組會人大師 或是我們暑假上的 那個也是這樣教我們的啊 何其自信 本自清靜啊 你本自具足的啊 能生萬法啊 那感應就是這樣來的啊 不知不知道為什麼的感應 因為他生法 能生萬法 能相應眾生 然後給予幫助跟教化 救度 那你本 你都可以 你都有本自具足的啊 為什麼現在做不到 因為妄想心煩惱心太多 所以這個真的是 很感謝那個師兄喔 你講的這個其實就是 大家是通病 現在是 真的 那其實我們的下手數 其實就是那個十個星啊 常常要從 三十七道平 從這個法門當中去修一個對字 因為你看 我們現在沒辦法做到淨字 至地柱 像等下第二柱 至地柱 他們都是淨字 對字就是你有 你還有一個能鎖 那個靜置基本上它就是圓滿 它就是住在這個心地上面 這個住處菩提心上 趁性去啟修 去修這個 智就是修煉嘛 修學 修這個菩薩道 所以說我覺得 其實我們在看這個《華原經》 你會看到它其實就是趁法戒性的 趁性的經典 它就是跟我們講 你做任何的事情用心了 菩薩是這樣用心 那我們也要這樣用心 你要不要常常用一個分別計較的心 你去做事情 世間的事也是這樣 出世間的事也是這樣 你要懂得怎麼去善用心 身分用心 這是進行品教我們的 所以這個就是 其實這個是就是要打破我們 打破我們人的這種慣性 其實簡單講打破我們自己的慣性 因為每個人的慣性還不一樣 就是你的思維模式啊 你的身 你的行為模式啊 你的口 你的語言模式啊 這個跟十三頁有關係 這是基礎 從這裡起修 然後再進一步 你要去想 我除了止惡以外 我善業的部分如何去增長 善根如何發現 如何發起 其實這是很重要的 那當你 你信信念念 你常常不斷的去止惡 行善 然後從智慧邊上去開發 多讀經喔 多跟這個法性 空性相應 知道這個緣起 世間 然後讓自己的心 能夠安住在這種 平等 平等的體性上 這其實就是佛法教我們的 我們的開智慧的方法 因為我們常常就是心不平等嘛 所以你會有這些煩惱妄想的分別 然後慢慢就是我們要散觀這種緣起 這個在十性法門的時候 其實 菩薩文明品裡面都有提到 你要透過世間緣起的這種像 顯像 從這當中去悟到 那個法性的那個不變動 那種清淨 那種平等 那種決心 智慧 所以這個就是要靠我們的用心 你看一樣一件 世間的事情每天都在發生 有人就在這發生的過程當中 痛苦 執著 妄想 分別 仇恨 有沒有 你每天生的就是這些心啊 喜歡的更喜歡 想要 拼命的想要得到 得不到的想辦法去追求 然後或者是 這個障礙我把它幹掉 有沒有 十八苦 就是這樣子嘛 這就是原始佛教教我們 佛的原來根本的聖教 就是在教我們這些嘛 苦跟怎麼聚 苦怎麼聚會 苦集嘛 然後你如何去對峙 其實就是都講了啊 可是就是大家都不修啊 這個問題 那如果慢慢的我們 可以從生活 這個緣起的事項上 慢慢去穿透它的 背後的一個原生的道理 這個緣起法 然後知道它的 因緣果報 然後從因果下手 從生口意義的善業 止惡行善下手 從修行 從發心 利益眾生 從這裡下手 我相信我們的 這種因緣會改變的 你的 你的這種 惡業的因緣 它不會相去 那你善業增長之後 你的身心一定會得到一個安定 它不可能不安定 除非 除非你自己的心念就不安定 你心念止息下來 安定下來 你的身心就能夠平靜下來 你對於疾病的治療也是這樣子 因為我們的疾病 每一個器官 它有相對應的一個煩惱 一個煩惱 肯定的 對啊 問題是我們修行不到家 那就是真的是沒辦法 是 那你就是隨著業 真的是隨著業 因為你喜歡生氣的 你一定就肝不好 沒有錯 對啊 這是相對 你緊張太緊張 你的腸胃一定不是很好的 這一定的 它有它的運作的這個道理 你什麼人會生什麼病 會長什麼東西 這其實跟你的 你的行為思想語言心念 是絕對是有關係的 它不會憑空跑出來一個找你一個麻煩 所以 因為這個 這個社生就是八萬四千重聚 結緣來的 你過去怎麼結緣的 現在就怎麼如實的變成你這個身體 除非你自己要繼續傷害他 你可以選擇用另外一個方式 就是好好的 和平相處 你怎麼和平相處 不理他 不是不理他 你要改變自己 改變自己心性 你要不理他 你不理他 就是跟之前一樣 你要就是改變你自己的心 要改變我們 其實就是要去修正 要去調整 修行是很重要 這個不是出家人的事情 那就同理囉 用同理心來背帶我們身體嗎 不是同理心 同理心就是你的同情心 同理心這不是 你要用這 菩薩住處廣大 法性 可是我們還是不是菩薩 我們是凡夫耶 那你自己催眠 你自己是凡夫啊 你自己是菩薩啊 你就自己是 對啊 你為什麼一直要說我是 我是真相性 有沒有 我們上次有講啊 你這個 講 快講 想虧想做虧做 對啊 我就說嘛 這自己甘願成倫做眾生 是凡夫 你知道嗎 自己成是凡夫 我們之前不是有講 即此法身 而有凡夫六道的輪迴 生死對不對 即此法身 你修行身文原訣 就有身文原訣的二聖人 即此法身修行菩薩道 你就有菩薩的境界 你即此法身 你圓滿菩薩道的修學 你就是佛 那有沒有離開這個法身 沒有啊 所以你有哪一天離開佛嗎 其實你不離開佛 你就在佛身裡面 佛身充滿余法界 佛身就含了死法界 可是 你都不知道 原來我在佛的身體 我是佛的一部分 然後你繼續你的煩惱妄想 佛一樣清靜喔 他不被你 他不被你影響 可是你繼續什麼 做夢 夢裡 你繼續做你的春秋大夢 佛還是他照樣他的清靜 如魯 自信功德圓滿 修足 我們現在就是這種狀況啊 你知道嗎 佛經理就是跟我們講 我們現在就這樣 而且你不斷的催眠說 我做不到 我做不到 可是這種懷疑就明明在跟你講 你是佛 你本來神佛 你看這個心力也差多少 哈哈哈哈 你一直不斷成眠你自己 我反而不會 我做不到耶 這個怎麼可能 那你因為你從人的角度去看 你就永遠不可能 因為你是人 你不是佛 你講你自己很謙虛 可是佛法裡面 這不是謙虛啊 這個你要 就是好像不踏實那種 不是不踏實 那是因為你對佛 你沒有徹底的表情 你的意見不夠度 對 所以這個要從訓習 你要從訓習上來 你還沒有完全去清楚佛的功德 跟這個自信 這個心性 這個菩提心的功德 所以你就是認為我做不到 可是佛就跟你講 你本來就有啊 你看佛說破了嘴喔 他這49年這樣講法 三百多會 多少會 結果我們還是這樣煩惱 還是這樣分別 這樣起心中 我們都好像沒有放在心上 對啊 我每次一直repeat 所以你看我們的 你有沒有知道我們這個 黃岩基真的講好久 講幾年 有沒有夠 不是 因為我們現在連 連這個概說都還沒完 你記不記得 真的 我們現在在講概說嘛 還是轉不扣 這也美 你知道我們上個學期 停了停在實習幾個 因為現在 現在進了諸位之後 現在又卡住 對啊 快卡住 可是你應該知道 後面以後越來越來越來 可能有人一直卡 不會 我跟你講 你們從明天開始 你們 不是明天 從下一次上課開始 你們要把自己當成菩薩 坐在這個教室裡面 好不好 你們不要再催眠 至少你一個禮拜當中 有兩個小時 學習當菩薩好不好 好 你不要一直催眠自己 我是人 其實我們怎麼早就把我當成菩薩了 是因為有時候感覺到說 真的有一點好像 我跟你講 你這個發心的功德是很大的 對 你就是要常常發菩提心 你發起菩提心 要利益眾生的心 你的惡業就止齊了 你發善心善念 發菩提心的同時 你惡業不會生的 你知道嗎 你不要讓自己有一個機會 就是讓那個 魔啊 那個思念 那個正念不見 那就會 魔來魔靠 對 魔來魔靠 對啦 你叫的會比你多了 其少人真的有受用到 好吧 那我們 我們下禮拜再從這個 從這個 從這個 這個都講不完 都講不完 對啊 因為一直repeat 不過我覺得這樣也好 這樣今天講這個聲音也好 對啊 不斷的去提醒 大家更明白 啊 不是 不是 人貴事情大概禮拜天才 我跟你講真的很難 真的是 不是 也不是難的 就是說面到事情的時候 當然對我們現在人 你如果是人 這是不是難 為什麼 因為你是人的業力 在推動你 如果你今天 你要離開那個 抽離那個 那個業的洪流啊 你才有辦法 獲得一份那個千兩 是 因為我們每天都 嘎在你 嘎 滾嘎 都滾嘎 在你那腳 紅塵中 所以 所以我跟你講 你 你定課很重要 對定課 所以我們現在就做完課 講完就這樣做功課 對有啊 我們現在就做完課 有時間在一起念 不要那個要修行 嘿回想 不要要修行的時候 都不要修行 願以此功德 莊嚴佛淨土 上報誓崇恩 夏季山土苦 若有見聞者 西發菩提心 敬此以造聲 同聲華藏國 完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